今天是第3課 西門寺 Step 7 我們今次介紹的是運用 PLC SIM 運行程式和設定的 VAT 好 現在我們開始了 一開始我們要右鍵 就insert 一個 new object 的 VAT 我們現在設定 VAT 出來 OK 出了 VAT 出來 先進去 我們要設定我們之前上一課 第二課的東西 有個 M01 有個 X1 和摩打的 我們出adress 去打回 M0.0 然後 M0.1 代表摩打 M0.0 代表摩打 M0.0 代表摩打 我們再開一個 simulation 的 on-off 我們現在開著它之後 我們應該要下載的 option 我們設定了一個 PG 和 interface 才可以認得到 我們今次用的是 MPI 1 OK 這新車子明顯示 你也要下載的 對方 來大家要下載的 我可以下載的 好 喔 我們今天要下載的 等著 开一个SIMMULETER 彈镜 开一个SIMMULETER 我们就不RUN SIMMULETER要 他在网站的RUN 可以了 再收回SIMMULETER的视窗 我们现在试试 M0.0 M0 试试 M0.0 开一个 这次我实验就行了 多谢大家收看 我们会继续更新我们的教学短片